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时间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都在积累财富 就是每一刻你都发现这一群人是在非常辛勤的劳动或者工作的 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当你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会考虑说如何把这样些财富保护在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财富的保全的这样一个阶段 到55岁 刚才我们讲了25岁到45岁是积累 45岁到55岁是一个保全这样的阶段 那么到55岁了的时候 退休阶段 对 或者说不一定完全退休 但是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把财富传承到下一代 那我们实际上华人在美国打拼的人也是一样 55岁开始觉得说这些财富怎么样传承 那在海外的比如说台湾的朋友 香港的朋友甚至国内现在的朋友 尤其是国内财富已经积累了 那如何去保全如何去传承 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是 是 其实说白了就是光辉挣钱不可以 但是挣完钱之后之后的这些理财方面 以及保全方面都是相当重要的 是的 我刚才注意到您提到一个这个财富传承 这个词是一个关键词 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财富传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对 财富传承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是华人 亚洲人常常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财富我们会说富不过三代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代人心情积累的时候 创造财富的时候 我们这一代是把财富给创造出来了 可是有的时候很难把这个财富 完整的保全的传承到下一代 尤其是现在国内也经常听到 就是这个富二代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富豪的第二代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华人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 其实亚洲人都有这样一些问题 那其实在欧美国家尤其是犹太人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好 我们很难听到说犹太人富不过三代 那犹太人是一代比一代富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一代比一代富呢 其实做的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如何将这一代所积累创造的财富 让财富更大化一些 然后传承到下一代去 所以这个传承实际上就是说你如何让这个你自己所创造的价值 让它实现再到下一代 而且让这个社会的价值也能够得到实现给传承到下一代去 是是确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想黄女士您是这个财务理财方面的这个专家 我想关于这个在财富传承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工具可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在财富传承过程当中其实最最常用的两项 而且现在也是最热门的两项工具呢 一个就是信托一个就是高额的人寿保险 现在信托呢实际上被得到广泛的运用 因为美国的这个信托法呀是非常完善的 尽管它是从欧洲这样传言过来的 但实际上呢美国现在的信托法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先进一些 就是更完善一些 我举一些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在美国你有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呢如果夫妻两人共同拥有 尤其是我们加州一定是共同拥有的 那如果夫妻有一方过世了 你可以自动的到另外一个这个spouse 或者说太太或者先生 那当然这个在做房子的时候 你一定是做的就是一方过世 另外一方自动的接受 我们叫做with right of survivor 那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子做的话 那这个法庭呢就会冻结这个房子 就即便是夫妻共有 如果是夫妻两人都走了的话 你什么都没有做 没有这个申请信托 那法庭一定会冻结这个房子 经过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个认证的这样一个过程 确定了这个房子是谁的才会到谁的这个儿女手上 所以呢信托 他从最基本的家庭信托开始到非常复杂的其他方面的信托 比如说朝代信托 所谓的朝代信托就是说一代代的 我这一代控制了 我希望我的财富到我儿子手上的时候 我只让他用40% 然后剩下的60%呢 他要负责给我传承到我的孙子那一辈 那我的孙子那一辈呢 可能又只能用掉20%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美国我们看到特别多有钱的家族 像这个非常有名的 名字我就不点了 这个石油大王 那他们这些家族 可能他现在早已经不充施石油这个行业了 但是他在美国还是非常有钱的 所以这就是说信托在财富传承当中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是我想可能我们很多这个新移民朋友 对这个信托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是 我想能不能请黄女士大概给我们深入的介绍一下 到底如何来正确利用这个信托 来让自己的这个财富传承下去呢 好的好的 像刚才我提到的是申请信托 那他呢最主要的作用是解决这个 就是财产不要被法庭去认证 这是一个非常费时也费钱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呢 经常我们也会听到有朋友在讲说 你家申请信托做了没有啊 所以这个几乎现在就是家于户晓的这样一个名词 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可能不了解 还有就是像现在呢 国内现在也提出了 用家族信托这种方法来转移他们比较高额的财产或者财户 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 像有一些公司名字我就不提在这里 那他们最先呢 推出了这个家族信托 那这个开价 也就是说进门起价呢 是5000万人民币 你才能够开这个账户 那如果是这个身价比较低的 你可能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所以身价比较高的这些 这个上 就是说比较在上层的这样一些富有阶层吧 那他们会想到用这个工具来保护他们的财产 然后传承 那现在呢 国内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信托法 也就是说尽管他把信托做好了 我们在美国我们做信托的主要目的 就是跟自己的财产分离开来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财产 比如说是我自己都在我的名下 那我希望呢 这个财产将来是给我儿女的 那从现在开始就从我这里把它分离开来 那国家呢也是认可这样子做的 那因为每年我们都有这个争议税 免税的这个额度 那每个人呢 现在也有500多万可以争议出去 所以我可以事先把这些钱都争议出去 设立一个信托 那将来这个钱呢 就可以到我的儿女 如果发生任何问题 比如说我宣布破产了 或者我有债务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这个信托都是不能动的 因为它已经不属于我了 可是这个问题现在在中国还不能解决 也就是中国现在没有信托法 那么真的它出了问题的时候 债权人甚至国家都可以去动用这个信托 那就是现在大家为什么觉得说 这个信托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是是确实如此 其实看来如果真的要是做好这个财务传承 首先一定要把这个功课做好 对 千万一定要是这个未与筹谋才可以 是 是非常感谢黄女士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好的资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地女士 来谈一谈如何来做好您的财务规划 我们先休息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地女士 来谈一谈如何做好您的财务规划 黄女士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好的 刚才其实在休息之前您是谈到说 基本上这个财务的延续有两种办法 大家是可以想用的一种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信托 再有一个办法就是人数保险 我想接下来就请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人数保险又是怎么样你会实行的 好的 其实信托它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到一个是避免 在美国的话最主要的是避免认证的问题 而且在美国还有一个就是说避免将来 这个债权人去动用这笔钱 或者是说孩子将来拿到这笔钱的时候 就因为一笔钱他可以马上挥霍 那你在信托里面你可以写明 你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去使用这笔钱 所以应该来说就是说 他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你怎么样把这笔钱给到你的受益人 你怎么样让他去花这笔钱 你怎么样让你的受益人 不会因为将来不懂财务管理 而把这笔钱给就是挥霍掉了 对不对 那债权人也不可以去动用这笔钱 所以这是他起到的重要的作用 那在国内来说呢 大部分希望由信托专业的管理团队 来管理这笔资金 管理这笔财产 那么跟他日常的这个生意的资金呢 或者说个人的财产呢 分离开来 可是他有留下一个根本的问题 根本的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只解决了 如何把现有的财富 传承给下一代的问题 可是他没有解决 如何让财富更大化的问题 所谓的更大化 比如说我的信托基金里面 有五千万 不管是美金还是其他的币值 但是真的一旦立信托的人 就是委托人 如果发生事情 比如说过世 或者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 不想想不到的这样一些意外事件 比如说像这次满航的事情 那谁也没想到 那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也不知道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只有信托基金呢 那么你信托基金里头 有多少钱才能给传承给下一代 那受险呢 它起到一个最大化 或者说最大的杠杆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有五千万 在这个信托基金里面 可能我们抽出两百万三百万 再做另外一个两千万 或者是三千万的受险 那你的全部资产 不就变成五千万 再加两千万就七千万了吗 所以它起到一个非常大的 就是财富最大化 而且它起到一个 就是说杠杆的作用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看到的受险 它是一个金融产品 它不仅仅是一个保障性的产品 防止意外的产品 它是一个财富传承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金融产品 其实这个人数保险 也是目前大家非常畅谈的一个产品 我想能不能请黄女士 大概帮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市场上这个人数保险 大概现在比较流行的有哪些呢 大概市场上流行的 在美国国内是定期险 或者说万能受险 中生受险 现在特别流行的是指数型万能受险 那这些受险呢 都提供给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大的有利条件 就是既有人受保险 同时呢又有现金的积累在里面 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不一定真的是为了孩子 那也许我们自己将来老了的时候 也可以用的这些保险 我举个例子 45岁 这是我昨天刚刚帮一个朋友才设计的 那45岁 那他们一年差不多放2万美金 就放2万美金 那放20年 所以一共放了40万美金进去 到他66岁退休的时候 他现在45岁 66岁退休的时候 每年可以从这个账户里头 拿出来将近6万美金 所以你看放了40万 每年拿6万 我们可以拿20年 所以拿出来120万 但人寿保险呢 我们是给他做的100万 也就是说你既可以 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为家族留100万 人寿保险的保障 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也可以自己用到这笔钱 120万也被你用了 那如果你将来 希望这个是一个传承的工具 你不动用这120万 那么将来在这个账户里头 可能有200万300万 甚至400万的人寿保险 那它是一个最好的财富传承的工具 可以传承给你的下一代 是确实可以通过这个人寿保险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财富量扩大化 对 我想黄女士 我还有听说过 有一种好像是叫做这个海外人寿保险 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海外受险 因为是offshore的life insurance 那这个受险呢 实际上也是 应该来说只要有这个 我们叫做high-end market 或者说只要有这个富有层的 这个阶层的人的话 就一定会有这样一些财务工具存在的 那这个产品呢就是对一些非美国居民 记得 记住 一定是非美国居民 非美国公民 不可以是加拿大人 也不可以是加拿大的公民 那这样一些人呢 就是不是加拿大人 不是美国人 这样一些人 他们可以利用这样一些海外的人寿保险 做一个财富的传承的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现在是香港的 台湾的 大陆的 都可以去使用它 那如何使用呢 当然在法律上面 有很多细节 大家要注意 可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岛国 比如说像Bermuda 这样一些岛国 因为它是免税的国家 所以呢 它可能有些产品的话 会更优惠一些 但是我刚才讲了 如果你是美国人 那你千万不要去碰这些 海外的受险这一部分 对 是 也就是说如果说 持有绿卡的话还是可以 不行 绿卡也不可以 对 所以是完全必须是外国人 对 不可以在美国居住 长期间都不可以 对不可以 那么关于这个海外的人寿保险 它的好处有哪些呢 它的好处是最重要的 就是因为它不受 美国的法律的这个限制 所以呢 因为它 我刚才讲了 因为它是Bermuda的 当然它是受Bermuda 这样一个国家的 这个税法的限制 所以Bermuda这个国家 它是没有税的 所以这个受险在赔付的时候 是免税的 而且呢它也没有遗产税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时候 怎么样去运用这些东西 我刚才讲了 一定要根据客人自身的情况 也要根据你所在的国家 那你应该遵守的法律 你才去做这些 这个财务方面的 这样一个规划 对 是 关于这个海外人寿保险 有没有一些相关具体的 这个实力 可以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呢 这个呢可能比较隐晦 但是我可以给一个例子 所谓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说 这个人他 我刚才讲了 他不是美国人 那他也不是加拿大的人 那他是一个国家 就是允许他去做 这样的产品的 这样一个居民 哪个国家我也不好说了 那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呢 可以采取就是说 这种保险呢 做一个杠杆 你比如说我们花这个400万美金 可以做得到2000万美金 的这样一个受险 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说 这400万美金 他是不准备动用的 那他希望呢 这400万美金 把他财富更大化 变成2000万美金 可以转移给他的下一代 而且他的下一代呢 是没有所得税 也没有遗产税的 那当然现在 更有一些这个财务机构呢 甚至这400万美金 都不让他们花的 他们可能在银行 尤其是私人银行里面 把他作为贷款 融资出来 这400万去付这个保费 所以真正有的时候呢 这个客人在理财方面 如果设计得当的话 他没有花多少钱 可是已经把这个目的 已经达到了 对 是是 那么今天您是给我们 大概介绍了 像这个人寿保险 还有这个信托 我想可能大家在做 这个财务规划的同时 可能我想大家 首先的这个考量 就是这个当中风险有多大 我想在这个投资 这个人寿保险方面 能不能请您 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的 风险的话 要看你做什么地方的产品 那美国的产品呢 是受美国法律的保护 可是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这些保险公司 是不是会倒闭的 理论上来说 保险公司是可以倒闭的 那可是呢 因为美国的法律 是比较健全的 那这些保险公司呢 他也有就是有很多 其他的公司去这个监控他 或者说各个州的法律 会去监控他 那当然你在做保险的时候 你一定是要选择 这个级别就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都有 Mbest这样一些公司 来评级这些公司 那你要了解这个公司的 财务状况背景 对 可是应该来说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没有人寿保险公司 恶性倒闭的 那而且呢 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是当保险公司 经营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他会被别的公司 去收购掉 那2013年呢 其实是受险这个市场 变化非常大的 最著名的收购案 就是Predential购买了 Hoffer的受险这一部分 使得Predential变成了 现在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 以前Predential不是 但是Predential把Hoffer 收购了之后 他现在变成了 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 所以这点大家 也不需要太担心了 就是说可以要选 可以要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不能因为说 他理论上可能可以倒闭 那你就不买保险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 就像银行一样 他也可能会倒闭 那因为不能说银行可以倒闭 你就不到银行去存钱了 一样的道理 是是是 黄先生您看我们现在 还剩下不到一分钟了 那我想在节目的最后的 这一段时间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 这个投资者一些好的建议呢 好的 我觉得就是说 根据你自身的情况 来设计你自己所需要的方案 如果你的收入在这个中低收入的话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有做人寿保险来保护你的家庭 因为这是你家里最基本的一个财务规划工具 那你的收入如果是在比较高的 或者说你的财富是比较高层的这样一些家庭的话 那你最需要的是要考虑你的财富如何保全如何传承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寻找相关的 这个可以信赖的这样一些专家 来对你进行咨询和设计你的方案 是是是 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信息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顾问黄海地女士呢 来为您分析如何来规划好您的财务 那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